那当然现在可以说是 蓝绿白牵一发而动全身 也要带您关心最新的蓝白河状况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他今天是在他的故乡嘉义造势 顾票之余也把炮口对准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他说赖清德把两岸和平 当作自己的使命 那他反问他敢宣示反对台独吗 不光是自己冲票 我们知道蓝白河 他们双方团队的幕僚 将在明天开一个会 两边要来讨论要怎么合 现在大家就在思考说 这有办法谈得顺利吗 民进民众党的担忧是说 黄珊珊会不会变成主战 因为过去他在这方面的 整个主导设立是比较强的 话语权或许也会比较强一些 有办法和缓的来跟蓝正英谈吗 那蓝正英他们烦恼的是说 国民党现在怕的是 如果柯文哲真的要比民调 那如果民调赢得可以当蓝白河的总统参选人 但是民调被操弄怎么办 不过侯友宜他是表示 包含蓝银他们也对外表示 他们会释出最大的善意 说自己会相忍为国 跟着音乐和张者一起做操律动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胡友宜回到嘉义 故乡拜票 不管为自己故装冲刺 更把炮虎对准赖清德 爱清德昨天造势强调 会把两岸和平当作自己的使命 是 台独的金孙 今天你再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们要遵循了中华民国的宪法 你有没有遵循吗 你有没有聚出来反对台独目 民进党政府 做要离离落了 贪污吾拜 官商固结 好多的事情 你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 你是个移民 还是个新潮流 除了火力全开 三问赖清德 胡友业派出金普聪和黄坚廷 在14号和柯正义的黄珊珊 周宇修展开双方目撩商议 蓝英领头的金普聪 曾经打赢三大战役 对这次会谈主题都不涉陷 而黄珊珊坚持要民调和辩论 加上被认为是主战派 双方经历有差距 立场上强弱有别 能否谈成打上问号 蓝白协商能不能达成共识 还是未知 但是根据了解 胡友谊并非害怕比民调 而是认为民调容易被外界干扰 并可能因为临场发挥 影响结果的辩论 不该是选出总统人选的 绝对错法 不过为了释出最大善意 胡友谊身段放得很低 那我相信科斯党也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一定会两个共同努力 而且我个人一定会相忍卫国 一句相忍卫国 是否透露让步选机 呼吁国民党释出最大包容的 胡友谊 让蓝白和尖更见树光 华市新闻张姐 陈建邦 嘉义报道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